我跟张教大师三年 大师没有教我 念阿弥陀佛 没有教我修净土 他教我念六四大明咒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 追西藏的藏教 这个拜观音菩萨的非常兴盛 六四大明咒 他教给我 教我长长年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这咒什么意思 他讲给我听 这个学咒啊 这是必要的 为什么呢 咒是讲求三密相应 咒语 是语密 这个三密是深口意 口念着我 心要观想 手要结印 手是深密 所以 这我的意思不同 不行 他给我解释 他给我解释 应该是这样念法的 咒语密 哦是什么 身体 身里面包括了 深根口 摩尼是莲花 我们佛经上有翻译 我们佛经上有翻译 翻摩尼 摩尼是这样画 摩尼是保持 摩尼 摩尼 身口意 身跟口合在一起 那翻译中文意思 第一个是身 莲花 保持 意 这是藏文的文法 藏文是从 翻译 变过来的 那我们叫外国文法 我们中国人一定是 保持 身 羽 意 像莲花一样 就这个意思 莲花 出污尼 而不然 他把污尼 代表染发 一切不清净的 六道 以后我们知道 那个代表六道 水 莲花的时候 金 它要通过水 花开在水上面 在水呢 代表清净 清净是四圣法界 神文 原觉菩萨佛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六道 是释迦摩尼佛的 灵物的 那么花开在上面 燃尽 都不然 这个咒语 是这个意思 常常保持 身与意 像莲花一样 燃尽 你都不然 这个意思 太好了 很多人 一天到晚 念的时候 你问的什么 都不知道 不知道 得不得利益呢 不能说 不得利益 很难 那为什么呢 他不晓得 怎么修啊 如果真的 用这一句 咒语 把自己的杂念 妄想 给他念掉 那就真有好处 这就是今天 连科学都懂得 意念 意念要专注 佛在经典上 讲了一句话 这总纲 叫智行一出 无事不办 你把心放在一个地方 专注在一个地方 就在地里 就开智慧 所以这一句 咒语的时候 不懂 也没关系 真的 老实念 把心放在这上面 一点杂念都没有 跟念阿弥陀佛的效果 是一样的 我念这个咒 得定了 开悟了 我又遇到 尽忠法门了 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 行不行 行 三辈往生 最后一段 就是讲这些事 他不是修尽忠 他是修学一般大臣 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把功德回向求神净土 决定的是 往生净土真正的真因 是心净则佛陀 他能够用这个方法 修学的方法 把他的清净心念出来 那我们了解这个咒语里的意思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观想 念到这句话就会想到 身心清净 也成不然 你会想到 观想非常重要 我们拜佛 拜哪一尊佛 你得想哪一尊佛 如果我们回向 给一个人 回向给鬼神 回向哪个 你都想着哪个 他才真正得到 你如果光是回向 你不想 他得不到 观想是一年 一念太重要了 你心里有观想 没有形式 他都得理 未经许相诀